最近中国火箭军高层发生极不沉上的人事变动 外界都为之堂木结舌 火箭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些极不沉上的人事变动包括这样几点 第一就是火箭军高层领导突然集体换班 一个军种的高级将领几乎被连根拔起 是近四十年来罕见的事 第二就是新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从其他军种调任 似乎一万五千名火箭军官兵里面 无人能够适合接任这种高层岗位 第三就是新任命似乎跟南中国海有关 新政委徐西胜曾经兼任南部战区空军政委 而新司令王口彬是来自海军 据传都颇为擅长制定作战计划 第四就是新任命颇有党领导枪 党指挥枪的意味 徐西胜是中央委员 党内级别是高于王口彬 如何解释火箭军的这些极不沉上的人事变动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火箭军对习近平的重要性 火箭军对习近平是极其重要 是他亲手促成了火箭军的诞生 大幅提高了火箭军在解放军里面的地位 火箭军的前身是第二炮兵部队 成立于1966年 负责管理中国刚起步的核武器计划 二炮原先是一个兵种 附属于陆军 但到了2015年12月31日 习近平将二炮提升为军种 与中国陆海空三军并列 这种将火箭军提升到与海陆空并列的地位 是参考了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经验 火箭军自成立起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他的预算除来自每年人大公开批准的国防预算 还来自一部分不公开的装备预算 其他中国军队 跟年历整体规模有所缩减 但火箭军却在不断扩大 火箭军实际上承载着习近平的大国梦 跟他的战略野心 中共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 都对二炮有批示 毛泽东在1956年说 我们不单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欺负 就不能没有这件事 而邓小平就说 二炮在政治上要非常可靠 我们的核武器只是体现你有我都有 你要毁灭我们 你都要受些报复 而习近平在2015年12月31日 在火箭军成立大会上说 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胁的核心力量 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 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出于一种平衡和防御 这样习近平的批示就根据战略红心 习近平显然想要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 令火箭军和他领导的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 并符合他的关于未来战争的想像 但前火箭军高层显然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他被大清洗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绝对忠诚出了问题 火箭军的标语之一是绝对忠诚 绝对纯结绝对可靠 火箭军的精神自许为绝对忠诚 能打胜仗担当奉献 习近平显然希望火箭军能在任何可能的战争中 照之职内、来之能战、战之能盛 他不能容忍火箭军对他的任何一点不忠 眼下关于火箭军前高层被他清洗的传言很多 主要有三种 一是贪腐火箭军腐败的根子好心 习近平不信任火箭军的任何副职指挥官能接班 第二是泄物 由于美军获得的火箭军信息太详细 军内可能有人泄物 第三是协战 有分析说前火箭军高层可能愿意打一场毫无胜算的台海战争 因此被习近平所不起 不管是哪一种 对习近平来说都是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肯定不能允许绝对不忠诚的火箭军毁了他的大国梦 破了他的战略野心 此外火箭军的大规模洗牌 在习近平还有要准备打仗的考量 解放军报8月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文中用商引号介绍了习近平的强军轻军思想 说军队是要准备打仗 必须聚焦能打仗 打胜仗 扭住强敌对手 创新军事战略指导等等 王口斌和徐西胜从海军和空军调到火箭军 似乎犯了外航领导内航的大忌 但习近平可能为的是增强陆海空 三围一体的立体核威涉力量 此外前中国海军司令部中教姚誠 并认为王口斌被调到火箭军做司令 可能会积极参与 对台作战的规划布局 总之 火箭军换将释放出来的不尋常讯号 缺不可以轻视 以上是未谱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胡帅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